大家好,我是美國加州律師沈哲漢 我今早起床時發現李嘉誠先生在香港各大報紙刊登了這張廣告 以下這條短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對這張廣告的解讀 如果大家清楚李嘉誠的話,都知道他是一個地產發展商 所以去解讀這個廣告的時候,我就會由最低下的水平開始講起 因為起樓的時候,都是由地下開始起上去上高 在這個廣告的最低下,就說一個香港市民李嘉誠 我自己相信的意思就是這個廣告是由李嘉誠自己本人去設計出來的 所以李嘉誠是做事不會孔孔孔的,我相信這個廣告的結構在背後應該有自己的邏輯 OK,上一層,就說 以愛之意,紫色露粉 OK,即是說,use love to stop hate 但是愛這個字其實是有點抽象的 李嘉誠先生用愛這個字,究竟是有什麼含意呢? 我相信李嘉誠是一個相當理性的人 我會從一個比較理性的角度去看這個愛的字 以下我會給你一個例子 OK 阿火記麻煩幫我寫一寫 是,先生,你愛什麼? 我愛一塊西多士 先生,你的西多士愛不愛奶油? 我不愛奶油 好,一塊西多士不愛奶油 你還愛什麼?先生 我愛一杯熱奶茶 先生,你的熱奶茶愛不愛加甜奶? 我一杯熱奶茶不愛加甜奶 好,一杯熱奶茶不愛甜奶 先生,你還愛什麼? 阿火記,我先愛這麼多 麻煩你 OK,好了 從這個例子,大家可以看到 愛其實是一個很實際的一個字 OK 不會說什麼很浪漫 或者I love you 我覺得李嘉誠先生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OK 我們有了愛這個定義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把這層樓起高 由低開始起高 OK 我們看到這層樓有兩支柱 兩支主要的柱 動樑 我們從這支柱開始說起 這支柱的最低下就是愛自己 OK 你愛不愛自己? 我愛自己 OK 我相信大家正常的人都愛自己的 是吧 然後愛了自己之後 然後呢 你就可以愛香港了 因為 香港是要有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在這裡 都要存在 愛自己這樣 那你有了整個群體 大家一起愛自己的話 那我們才可以愛香港 然後我們愛了香港之後呢 就可以愛中國 你愛不愛中國 OK 那這條柱呢 基本上的結構就是 由最低下的人民開始 我們每一個人 香港人 的自己 我們愛自己 愛了自己之後呢 就可以愛這個香港 愛了香港 就可以愛中國了 OK 那這條柱的結構就是這樣 那這條柱呢 最低下呢 就說 愛法治 law and order OK 每一個社會 最基本的 就是要law and order 所以最近的暴力 衝擊那些事情 我希望呢 8月18號的時候 大家如果打算上街呢 就麻煩你 用一個和平的方法 去示威 如果有些人是情緒很高漲 又或者 不能夠 指釋到他們的路份的話呢 那我麻煩那些人 就留在家裡 嘆一下冷氣好過了 8月18號呢 就請你不要出街 OK 那你愛了法治之後呢 你就可以外包容了 因為你有法治 每一個人 都是跟著法律 去 作出他們的行為的時候呢 我們才可以容許每一個人 都發表他們的意見 那這個呢 就是愛包容 然後你有了包容之後呢 我們才最後呢 可以愛自由 因為很多人現在呢 就說 我要自由 我要自由 但是呢 就進行一些非法 又或者是一些暴力的行為的話呢 那這些人呢 就是想要第三層 但是呢 就連第一層呢 都不去建築起來 如果你一層樓沒有第一層沒有第二層呢 你何來有第三層呢 所以這條柱的結構呢 就是最底下由法治開始說起 每一個人都要follow the law 我們才有機會可以得到包容 然後最後呢 就可以愛自由了 這樣 OK 那這個建築物 現在有了兩條柱了 OK 中間裡面包含了什麼呢 就很大的字 暴力 兩個字 OK 那我自己相信呢 這一層呢 這一層樓究竟代表了什麼呢 其實這個正正方方的 這個形狀呢 我自己認為呢 就是代表了一個國家 國家的角呢 就是正正方方 那現在呢 看來香港呢 那個角裏邊呢 就有一些暴力 開始在那裡醞釀著 OK 就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拿些藤條拼著拼著拼著 之後呢 就蔓延到用這個BB筋 BB槍 是吧 氣槍 然後呢 就升級 氣流彈啊 那些那些 我們必須要知道呢 就是這個暴力呢 就在我們國內裡邊 OK 甚至乎有些人呢 叫這些做 國內的恐怖襲擊 OK 那這樣東西呢 就一定要 去停止了 OK 在這個國家裡邊 OK 然後 最後啦 你有了這個整個建築物之後呢 最高這裡呢 就寫著 最好的人 可成最壞的果 OK 最好的一粒種子 生出來 都可以變成一個爛的果 那這句話呢 究竟是給誰人去看的呢 那如果 整個建築物都是一個國家的話呢 一國最高的領導 一國之軍 當然就是我們的 習近平主席 OK 那這句話呢 而且他在另外一張廣告 李嘉誠也提到 引述了這個武則天 這個歷史故事 就說武則天 怎樣去 去迫害自己的兒子 親生兒子 以圖 去得到多一點的權力 這樣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 相當之醜陋 相當之 是吧 就是說 一種不健康的做法 如果你是用現代的文明的角度來看 這個武則天 就 原來是有些精神病的了 精神有問題的 OK 所以我相信 這個是一個親密的提示 就是李嘉誠先生告訴我們 一國之軍 就是 千萬不要去出兵 去進行這件事 OK 因為呢 香港呢 是 一粒 很重要的種子 So please do not kill your own son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